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日本无法向更多的国家发动进攻 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在其2013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国通史》中 对中国抗日战争有这样的评价 中国抗战对世界的贡献为世人所公认 这是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办的 中俄联合抗战即时图片展活动 活动现场一位身穿军装认真观看图片的老人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位老人名叫瓦列里·别列霍特尼科夫 他的父亲曾经带领苏联支援航空队 在中国参加抗战 虽然父亲的名字并不在展板上 但是谈到自己的父亲瓦列里 仍然是由衷的自豪 瓦列里讲述的这段家庭故事 发生在1939年10月到1945年期间 在这段时间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985架各式飞机 直接或间接参加中国抗战的苏联飞行员 专家和工作人员有3665名 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 对于这段历史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他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通史》 对两国在二战当中并肩作战的历史 做了详细的技术 塔夫罗夫斯基讲述的这场空战 发生在1938年4月29号 当天年轻的中国空军 与苏联空军志愿队 联手在武汉上空 击落了预计21架 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10月到1941年6月 也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的四年时间里 苏联一共派出一千多名飞行员 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 苏联各军区空军指挥官 师团及军官几乎都曾到中国参战 塔夫罗夫斯基特别强调了中国的艰苦抗战和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对苏联为国战争的有利支援 中国同时对中国抗战有这样的评价 中国抗战对世界的贡献为世人所公认 在二战中 苏联魏国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欧洲主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两国为了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无疑为两国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塔夫罗夫斯基所说的 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牵制和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 才使得日本无法将更多的国家发动进攻 如果没有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 其他国家将会付出更大代价 胜利也不会来得这么早 好 感谢收看今天节目 不能忘记的纪念 我们明天继续